黑色轎嗅的一聲衝出巷子 速度之快 像是打保齡球一般 連續衝撞三台摩托車 其中一位騎士被撞倒在路邊 目擊黑色轎車完全沒煞車 再撞進花店裡 聽到 叩叩叩叩叩 那個很急促的聲音 我進是狀態 在這裡都在我的機車 好啦 沒事就好了 好壞喔 一聽到自己的花店 被撞得面目全非 老闆娘忍不住哭了出來 被女兒抱在懷裡 真的很傷心 但還好花店公休躲過一命 否則平常花店的工作台 就在棋樓下 要是開店做生意 被黑色轎車這樣衝撞 恐怕連命都沒了 剛好我今天公休 我有公告說 今天跟明天都公休兩天 如果你沒有公休 如果沒有公休 可能我跟我女兒 就不會站在這裡了 無辜受害的還有兩位 在吃早餐的客人 坐在棋樓下吃早餐滑手機 完全沒料到車子一面撞過來 想躲也躲不掉 其中吃早餐的男客人 下二被撞到碎裂 傷勢相當嚴重 打不好啦 打不好 車子在衝的喔 他說爆衝 他說一打就打不好 打不好啊 疑似汽車爆衝 先是撞三輛摩托車 再撞早餐念客人後 又衝進花店裡 留下現場一片狼藉 甚至還有摩托車 被壓在車子底下 爆衝意外 一共造成四個人受傷 但還好沒有鬧出人命 是不是單純的汽車操作失控 警方還要進一步離奇 記者梁嘉雯 黃世雲 高雄報導